韓國電視台日前播出一部紀錄片 片中一名叫做辛夏明的男孩雖然一念之氣 原來他今年已經26歲 據了解,他還了還未受醫學界認證的高地人症候群 還了這個病的人,長大和衰老都變得非常緩慢 不過對辛夏明來說,這件事非常苦惱 因為在他進入青春期的時候,身體的生長就慌慢 令他的身高自幼1.63 他的樣子看起來也只有12.3歲 同時對他的社交生活造成影響 醫生表示,辛夏明身體的各項機能都很正常 但是目前還未找到他停止長大的原因 更加未有藥物可以醫治他的病